纾困陈时中第二波记者会 由政务委员龚明星 劳动部长许明春带头 聚焦老公就业问题 台湾无薪假人数创下新高 不过官员强调不打算大规模发放现金 而是要把钱花在导口上 如果发放现金的话 状况会比当时发放消费券还要更糟 针对性的哪些人可能会遭受到失业的冲击 我们给予最集中式的一些救济 纾困第二阶段 重点放在自营工作者 政府拍板每人每月补助一万元 一次发放三个月 涵盖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住宿餐饮 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等产业 共计133万名劳工渴望受贿 所以我们认为说应该以这些冲击大 然后薪资较低的这些弱势劳工 列为优先协助的对象 规划是我一次就发三个月 一次就发 所以当然我们希望这个 特别预算能够尽快通过 那就是尽快通过 我们就尽快来发 劳动部也将推出 劳工低利纾困贷款 每人最高可贷十万元 利率1.845% 政府全额补贴第一年利息 还款及兼为三年 提供50万劳工申请 而政府也盘点工部门实行打工机会 安心上工计划 4月中旬上路 首波释出一万五千个职缺 共提供六万个工作机会 公共服务短期上工计划 释出七万人 两项计划将协助13万名老公 政府寄出短中长期计划 希望稳住国内200万就业市场 让疫情过后经济能快速起飞 新台电视审慧彤 台湾台北报道